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午安 我是蔡宗翰 我是個蝦王人員 那我來自高雄 十個月前 桃園一間保齡球館發生大火 在救災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六個蝦王弟兄 受困在現場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搶救 他們的遺體 陸續被抬出來 現場所有人 強忍著悲痛 看著已經離開的同伴 沒有人說出一句話 想問一下我們現場朋友 有人經歷過火災嗎 好 比較少數 我們來模擬三個情境 如果遇到火災 你會怎麼做 第一個 遇到火災會躲進浴室避難的 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第二個 遇到火災不能往下跑的時候 會變通 改往上跑的 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第三個 遭遇濃煙會用濕毛巾 污住口鼻逃生的 請舉一下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各位朋友 以上這三個情境 如果你都舉手的話 那你就死定了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最致命的錯誤 各位發現了嗎 原來造成火災傷亡最關鍵的問題 就在於我們大多數人 對於火災的知識跟應變 還是充滿迷思跟誤解 原來面對火災 我們最大的敵人 竟然是我們自己的無知 我很快地先帶各位 破除前面這三個迷思 首先 火場的頭號殺手 是濃煙 不是火 是濃煙 大部分的火場罹難者 都不是被活活燒死 而是被濃煙嗆昏後而死亡 但有一種情形是例外 先不告訴你 我們後面會談 第一個 為什麼不能夠躲浴室 因為浴室的塑膠門 一遇到熱就會融化 濃煙就會進入 一瞬間就會讓你窒息 第二個 為什麼不能夠往上跑 因為當你往下 遇到濃煙跟高熱的時候 想改往上跑 但煙上升的速度比你還要快 第三個 遭遇濃煙 為什麼不能用濕毛巾 來捂住口鼻逃生 實驗證明 濕毛巾根本擋不住 濃煙中的毒氣跟高溫 而且為了要穿越濃煙 還把你從原本相對安全的環境 移動到更致命的危險當中 所以那麼到底正確應該怎麼做 小火 快逃 濃煙關門 才是正確的原則 一發生火災 應該要立即逃生 但是 但是 如果今天火災 發現了比較晚呢 誒 火勢可能已經擴到咯 比方我們前面講的 當我們打開門 發現門外面 或是向下的樓梯間 充滿著濃煙跟高熱的時候 這時候請你不要逃生 請你不要逃生 這時候只要做一個動作 關門 關門這個動作 它可以暫時阻擋濃煙 為你爭取時間 等待消防隊的救援 不曉得我們現場的各位還有沒有人記得 五年前台北 白雪大旅社這場火災 可能被大家所遺忘了 而它正是一個非常血淋漓的例子 這場火災裡面 有七個人罹難 其中有三個 沉屍遇事 我要談的是另外這四位 這四位裡面 其中有三個 他們跑出房間 想要穿越濃煙而罹難 另外一個 他自己先從窗戶往外 跳樓身亡 但各位知道嗎 火災調查人員在事後 去勘察這四位罹難者的房間 發現 他們的房間裡面 幾乎沒有火煙侵入跟燃燒的痕跡 連熏黑都沒有 就跟新的一樣 他們當時如果打開房門之後 發現門外濃煙密布 不要硬衝 趕快關門 就地避難 或許 或許 就改寫了他們的命運 所以 千萬不要再想躲浴室 往上跑 活弄是失毛巾 不但沒用 還更加危險 記得小火快逃 濃煙關門的觀念 它在關鍵時刻 會決定你最後 能不能夠活下來 其實我前面所談的 這些防火 火災應變的觀念 已經有很多的前輩們在談了 但是我覺得非常感慨的是 雖然我們已經很努力地 做了很多的宣導工作 但是悲劇還是不斷地發生 我發現只靠少數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還需要更多人來一起投入 那麼回到我自己本身 我不斷思考 我到底我自己還能夠再多做些什麼 我到外勤分隊 教第一線救災的消防同仁們 防火宣導的簡報技巧 這是我的第一場簡報課 這半年多來 已經有超過五百名的消防人員 我發現我們消防人員對抗的不只是火災 還有民眾的錯誤觀念 而在這個資訊混雜 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必須用正確的方式 把正確的觀念告訴每一個人 我一直走入學校 這次我曾到過高雄偏鄉的六歸國小 一年多來 我從嘉義到屏東 走了幾十間學校 接觸了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 我請這些聽我課的校長還有老師們 回到他們自己的課堂之後 把我教他們的火災觀念 告訴他們的學生 然後再請學生們把觀念帶回家庭 我一個人力量很小 可是當集結大家的力量就能夠產生改變 而我覺得非常振奮的是 有很多消防人員跟老師們 後來他們告訴我 他們就有這麼做 給他們很大的振奮 很大的幫助 那我也會繼續努力地做下去 回到火災這個主題 大家還記得我剛剛前面所說的那個例外嗎 大部分的火場罹難者 都不是被火燒死 而是被農煙嗆混後而死亡的 那麼什麼情形是例外 殉職的消防人員是例外 因為當人們批命地往外逃 消防隊卻是批命地往裡面衝 桃園這場火災 這六位 這六位平均不到25歲的消防弟兄 他們在奮勇救出兩個人之後 遭遇了疑似爆燃 他們逃生不及 被將近八百度的高溫活活燒死 在事發當天傍晚 我拖了非常沉痛的心情回到家 我一進門就聽到我家裡面電視新聞的聲音 我看見我看見我太太 我看見我太太 她坐在沙發上 紅著眼眶 然後她哽咽地問我 你之後如果派去外勤 可以不要進去火場嗎 我沒有回答 然後那一整個晚上 她都沒有再跟我說過一句話 在睡前我陪我一歲半的兒子 唸故事書 我唸著唸著 可是我腦海中卻出現其中一個殉職的消防弟兄 她跟我兒子年齡相仿的孩子 卻已經永遠失去了她的父親 在今天的最後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別讓迷思成為你命運的殺手 記得小火快逃 濃煙光满的觀念 並帶給你身邊的每個人 如果有正確的觀念 我們除了可以自救 也可以降低消防人員 為了搶救那些應變錯誤的民眾 而深入火場 甚至犧牲的風險 每個衝進火場的消防弟兄 他們的背後也都是一個家庭 他們可能追一秒救著人 但下一秒 卻連跟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大家總以為消防員都是英雄 但其實我們再平凡不過 我們出勤救災 只希望能夠安全地回來 希望能夠看到家人們的笑容 希望能夠一直看著 我們的孩子們長大 希望能夠看到每天一起救災 一起工作的救災夥伴們 平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拍攝 謝謝 我們 Él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